我是Smarly 今天要教大家俗何使用ObaronLive的一些快速鍵 一些好用的快速鍵 常用的快速鍵 分享給大家 可以使用我的滑鼠 來放大縮小的波形 按左鍵按住 然後按滑鼠 滑動上下就可以放大跟縮小 那我也可以滑鼠左右 滑動 我可以來找我要波形的位置 放大你想要的區塊 然後按左右 可以找自己想要的位置 在我的波形上方 我可以做選取的動作 以這個波形為例 我的下面是播放 上面是選取 我如果在波形的下方 我可以去播放我的位置 選取你想要的位置 Command加L Loop Selection 選取想要波形的位置 我可以Loop Selection Command加L 可以Loop Selection 好 我們在我們的波形上方 我們會會跳橘色的線 這個橘色的線 我們可以去設定一些 建立Warp 或是建立Transit 我們 可以按電腦鍵盤的左右 移動到我們想要的區塊 我們可以搭配的 Command加1或Command加2 移動到我們想要的區塊 按Command加i 可以建立Warp 或是按Command Shift加i 我們可以建立Transit 可以Command加i 建立Warp Command Shift加i 建立Transit 我們可以移動我們的 Transit 按Shift 可以移動我們的Transit Shift按住不放 可以移動我們的Transit 還原 當我不小心做了一個動作 我可以按 用Command加Z 還原 當我不小心做了一個錯誤的動作 我可以用Command加Z 點選我的旋鈕 然後按Delete 可以還原我的參數 按Delete 可以把錯誤的訊息 就是回復到原始設定值 鍵盤的Q 可以去選擇我要的參數 換置我的樂器 在我的樂器上面 或者是效果器 我只要在我的樂器上方是用Q 電腦鍵盤的Q 可以去換置我的樂器 好 我們可以選取多個效果器 按住Shift 可以一次選取多個效果器 然後我們可以群組效果器 Command加G 我們就會把這個效果器 變成是一個 AudioEffect Rake 用電腦鍵盤的Tap 可以切換我們的Arrangement 錄音介面以及 Session介面 我的 Session介面跟我的Arrangement 錄音介面 可以相互的交換 先加D 我們可以複製我們的效果器 Arrangement介面 我們一樣有 Command加1 以及Command加2 讓我們的Grid 可以 拍子 可以變長或縮短 那我也可以使用這個橘色的線條 來做一個 Slide 把我的Clipper 切片 Caman加1 把我的Clipper切片 我也可以選取Clipper 然後按Delete刪除 那現在的話 在Clipper切片的話 通常 的話我們也可以 藉由 把切片的Clipper 再重新 變成一個新的波形 Caman加J Cancel it 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全新的波形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Web檔案 那我也可以使用 選取我要的格子 選取我要的節奏 節拍的地方 按Caman加L 可以Loop Selection 我可以選擇Loop 可以按上下 切換 我Loop的位置